田平复查氏,她的曾祖父复粮,是孝贤皇后的堂兄弟,满洲襄皇旗人。 嘉庆二年1797年的外八旗选秀,复查氏作为孝贤皇后的族人,由太上皇乾隆受益,嘉庆帝止婚,可以以秘立为储君的十六岁皇子,免宁为特夫妓。 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月,皇子绵宁的迪福晋,追封孝墓成皇后,有户落世并逝。 嘉庆帝没有按照惯例,在正式离世后,从侧氏地位和出身相对较高的妾室中选择济世,这是因为皇子绵宁的侧福晋复查氏,是乾隆帝受益安排的。 此时太上皇乾隆帝已经驾崩,嘉庆帝早已布满傅查氏子弟,在乾隆朝后期,失宠而骄的膨胀自大,所以,他不想让出身高贵的傅查氏继任正式,而且开始对乾隆朝荣宠不衰的傅查氏,冷遇和打压,更不希望出现第二个傅查氏皇后。 另辟西境的嘉庆帝,急急忙忙的皇子绵宁的迪福晋头七刚过,便下达上誉,为二十六岁的皇子绵宁选迪福晋,很快就选中比绵宁小十岁,出身后足的童家氏。 在皇子绵宁迪福晋病史,急甄选迪福晋期间,绵宁的是切纳拉氏,但遇了长子一位,嘉庆帝喜的皇长孙,心喜万分,随即,册封纳拉氏为册福晋,排在傅查氏之后,傅查氏刻进之首,以第一册福晋的身份,达里福底上上下下。 嘉庆十三年年底,皇子免宁迎迎娶继福晋,孝顺成皇后,童家氏,傅查氏对初入府底的继福晋童家氏,毫无保留的传授经验,童家氏也对年长自己,人后善良的傅查氏礼遇有加,私底下他们情同姐妹,十分要好。 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零年,嘉庆帝驾崩,三十八岁的绵宁即位,市为道光帝。 特立独行的道光帝登基后,锦策封傅查氏为品,并且为与他相伴了二十三年之久的傅查氏,选了一个田字,作为封号, 与乾隆帝记后纳拉氏的封号显得满文之意是相同的,为田染,田静。 在汉字中,田,有安静,安逸,泰然,但不等意涵,道光帝对傅查氏的品格新性是有所了解的, 在封品旨意中赞良田品德行出众,恪守礼法,虽然褒养了傅查氏的德行, 但是毕竟,田是一个中规中矩,缺乏情质的封号,也足以说明道光帝并不喜爱他。 道光帝即位之初,田平是排在皇后同家室之后的第二位飞主,居住在最尊贵的宫殿之一,成乾公。 但是,在接下来短短的三年时间里,原本地位在田平之下的和平,黄张子一位的生母, 那拉是被进封和飞,道光帝还将自己亲自挑选冲斥后宫的新人,逐年进封。 权平,孝权成皇后,纽护路是由平进飞,再进贵飞,成为后宫第二位飞主,新人祥平,纽护路是进祥飞。 甄平和舍弟是进贵飞,曾是乾底侧附近,年近四十的田平,遭到了冷狱,再也没有得到进封,地位直线下降。 更有甚者,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,一道狱子使他搬出了,仅居住了五年的承乾公,住到冷清的延席公,从此,完全被忽视了。 随后,承乾公成为了几万千宠爱于一生的权贵妃寝宫。 如影子一般存在的田平,只有在孝慎皇后去世后的每个元旦,才会被道光帝想起,派去到孝慎皇后生前所居的楚秀宫后殿殿乡。 如同被打入冷宫一般的田平,始终居住的延席公长达二十年。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五月,田平居住的延席公意外起火,大火很快吞噬了整个延席公,供殿房屋二十五间建筑毁于火灾,只有宫门幸存。 身为义公主位的田平,不知是在大火中重伤不治,还是受到惊吓,毕竟,他已是年尽花甲之人了,两个月后便离世了。 他成为了延席公最后的主人。 就学习了两个月。 感谢观看